新北市野柳国小是海洋生态教育推动学校 让学生透过学习爱护家乡的海洋资源 而除了海里面的资源 另外像是海边特有的原生种百合 也是生态富裕的项目之一 学生在毕业前亲手种植百合 也种下一份与母校的情谊 更期许与同学之间的友谊 能够像百合一样百年好合 这个百合花呢 它就是台湾的原生种 它也是北海岸的特色之一 那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个百合花呢 因为我们要像这个百合花一样 在毕业以后我们班的感情 还能像它一样可以百年好合 最主要是希望它能够守护自己家乡 在地的一个原生物种 让这个台湾百合能够在野柳这个地方 或者是万金这个地方能够有广泛的一个培育栽种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很期待我们的孩子 跟学校之间有一个情感的连结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百年好合的一个百合园区 让小朋友在栽种的历程之中 能够把他的情感种子也埋在这个百合园之中 这次的百合富裕 直栽是由农会提供 要让学生在毕业前夕 亲手在校园中的一角种下美丽的百合花 让花朵随风飘荡 在野柳展现风采 而学生们都希望留下共同栽种的幸福回忆 要让好友仪永续下去 未来毕业了之后 我们很希望他能够长长回来 看见在校园里面有一个 他自己亲手栽种的一个原地 然后这样子呢 跟学校之间的一个情感连结互动 也会有长长久久永续的一个经营 校长指出 野柳国小是海洋生态教育推广学校 让学生透过学习 爱护家乡的海洋资源 而爱系资源可不仅限于海上海下 还有北海岸海边的特有种 原生种百合 也是富裕项目之一 透过亲手种植的过程 孩子对于生态保育永续有更深的体认 对于家乡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情谊 记得好平函万里采访报道